我是胡俊銘 私職就是防守中場或後衛 最初是受爸爸影響 因為他小時候在電視上不斷提報 在旁邊都會被感染 所以就開始接觸這個運動 走上職業路 我想是因為小學開始接觸的時候 已經立志上了一個職業足球員 可能一來受外國球賽的影響 或者可能是漫畫足球小將 都有影響到我 所以就很決心想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 始終這條路自己選了 辛苦一點都要 可能有時一練完球就要趕回去上課 甚至乎吃飯的時間 但都可能真的買個飯盒回去咬幾口就上課 這樣 在貴中出外集訓 或者一些香港青年軍代表隊出去比賽 都可能走了一兩三個禮拜 都可能走了一兩三個禮拜 但都很幸運自己可以跟到那個步伐 很坦白說 很坦白說 真的沒有預期過這樣 尤其是季初剛剛轉身 教練嘉倫那時候 尤其是自己去年機會近乎零 對這件事都很意外 最大的分別是可能 節奏上 節奏上可以跟回職業的節奏 雖然不是掌握得很好 但是可以說暫時都跟得上那個節奏 因為始終那個節奏 跟青年軍的比賽是相差很遠的 父母 父母的支持很重要 尤其是小時候 他都肯讓我放很多時間在足球上 反而學業 他可以容許我放在旗幟 因為中學的時間 一上學放學就練球 練完球回家吃飯睡覺 可能連做功課的時間都沒有 但他都不會麻煙 或者甚至乎不讓我走這條路 所以他們的支持 其實令到我踏上這條路都很重要 感受很奇妙的 因為始終自己的夢想 都可以成為大港腳 這個目標 雖然不是以B隊形式去上陣 不過這種感覺 夢想成真 可以這樣形容 在這麼多觀眾情況下 比賽 尤其是電視直播 一些大陸 很多人都收看 得著其實是 讓自己沒有那麼緊張 在場上 希望可以很快地適應到 因為始終一上場那一刻 是緊張得很緊要的 這個體驗 可能對未來的路 會有很大的幫助 一定會 這個絕對會 尤其是坐兩三個中車 不是容易的 說真的 感受到 可以說是那種 溫暖 好像整個家庭 上去支持 支持自己 支持整隊 對球 這種感覺是非常好 難忘的是 作客的時候 我以為他們眼中 可能是一場幼兒賽 怎麼知道原來 踢落都不是 大家是 飛沙砧石 真的會 為自己為球隊而戰 而不是單一場幼兒賽 那麼簡單 而是背後的歷史 很柔軟 很深刻 令到每一個球員 落到場都很賣命 我的展望 希望 第一個目標是 希望可以外流 可以衝出香港 不要衝出亞洲 可能目標是放在鄰國 或者東南亞 那些地方 但是 這個目標是難的 但是 這個是可能 暫時短期的目標 我 是 是 我 是 我 我 是 感谢观看